在日本有个武术家叫做本部肠基 喜欢空手道的朋友应该有听过他的名字 他的名字经常出现在一些空手道教学的书籍中 他人没有很高大 身体肌肉也没有十分发达 看上去还有点说声俱心 但他却是日本武术界公认最强者之一 在日本 本部肠基的名气几乎是靠打出来的 成人他空手搏到一百四楼鱼 而会有一半计 如果不是吹出来的 那确实厉害 有一次他跟一伙人混战 地方有十几个人 本部朝鸡却依靠着自己的武术 不仅打赢了 还打伤了好几人 日本是一个崇尚武士带的国家 从此找他挑战的人更多了 他的名气又越来越小 也能拥有个对影经理们 想必也不少人都看过 李若那个日本歌手 穿越文夫的人形 就是本部朝鸡 能在电影中以他为人形 也同意一方面说明了他的实力 本部朝鸡是刘球国立王子的后裔 他的信誉里 仍为了刘球人爱喝酒和打架斗狠的特性 跟中国传统武士典报为止 省现刘琴武士道德不一样 本部朝鸡对手时出手极重 他的对手经常以身痕瘤瘤为退场 而本部朝鸡也经常名语为豪 最让人难以认识的是 他从人员 中国武士都是花拳绣腿 睁看不睁肉 但实际上 本部朝鸡所力的空手道 追踪行员 就是来自外国的堂守 学习了中国堂守所改良的武术 却反过来嘲笑中国武术步行 这真的不知道算什么行为 当然 我们也不得不承认 中国传统武术的实战性 随着和平日子月酒而漫漫消失 更多的变成了战院的项目 但这不也说明 只有外国的国家 才会一直争很斗勇吗 实战需要一直打斗 而在文明国度 打斗是要进击地喝茶的 在与网络事实 中国也不乏一些武术高手 但他们也一直相信 同地嘲笑有些国家的武术步行 有海远的人才是武术大师 否则就是战队的机械而已